海贼王,罗宾真实战力被低估,恶魔果实中级形态,是妙黑玛利亚。 罗宾在海迷心中,有着十分高的地位,并不是他出色的实力,而是他颜值,确实是征服了不少观众,与纳美的热情不同,罗宾拥有理性的魅力,让这个皮肤有黑的美女,总是散发着智慧的光芒。 但是正是这样先入为主的观点,让我们忽视了罗宾的真实战力,随着海贼王漫画1021话的出现,才让我们发现,原来罗宾的战力,竟然如此之高,我们之前完全被低估了。 群战之王罗宾,让我们错估实力。 众所周知,罗宾的主要战斗手段,便是他的恶魔果实,超人系的花花果实,让他在群战时,显得是天下无敌,或许只恶陆飞的霸王色霸气,梭龙的超高剑气,才能够媲美罗宾的花花果实的群攻能力,因此团战第一美女,罗宾当之无愧。 但是由于花花果实的群攻能力太强,让我们自然而然忽略了罗宾的单挑,毕竟罗宾的大部分战斗,都是在进行群体攻击,同时配合众人,完成绝地反击,可以说我们顺理成章的,就忽略了罗宾的单独作战的能力,认为罗宾的单挑能力并不强。 同时罗宾在战斗过程中,主要是依靠自己的丰富的文化理论,在战斗过程中,并不是像陆飞,梭龙,山智等人依靠绝对的实力,进行碾牙,因此对于罗宾的真实实力,我们误认为罗宾并不是很强。 但是事实上真的如此吗? 罗宾恶魔果实觉醒,发挥真实实力 和之果篇章中,罗宾与黑玛丽亚之间的战斗,除了纯女性战斗场面,吸引观众外,这场战斗也展示了罗宾的恶魔果实真正的威力。 为什么这样说呢? 在这场战斗中,罗宾是因为山智,才有机会与黑玛丽亚进行战斗,同时也是有着布鲁克作为护花使者进行加持,但是不可否认,在这场战斗中,随着罗宾恶魔果实的觉醒,罗宾与黑玛丽亚的一对一单挑,都足以展示出了罗宾的真实实力。 虽然罗宾的恶魔果实觉醒之后,仅仅是展示出了一个类似火令人者中居左能铺,强大的巨人形态。 但是作战过程中,这个巨人觉醒状态,确实大大增加了罗宾的单人对抗能力,让原本分散的战斗力,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集中,能够给予底人更为集中的打击。 当然,如果说这就是罗宾战力的天花板,毫无疑问是是对罗宾实力的否定,要知道黑玛丽亚的实力也不俗,同时身为凌空六子的她,实力也是相当强悍。 即便是巨人化的罗宾,单挑也是十分吃力,当然这并不非说罗宾实力不济,因为有着强大的对手作为对比,才能够进一步彰显罗宾的真实实力。 罗宾的恶魔果实真实觉醒之后的终极形态,是恶魔形态,这类似蝙蝠的恶魔,与罗宾的名字在一起由众致敬DC经典搭档罗宾和蝙蝠侠,但是这也说明了罗宾的恶魔果实确实十分强大。 利用蝙蝠的属性展现了罗宾性格中隐藏的正义感,可谓是一缕双关的解释,而顺描黑玛利亚的结果,也证明了罗宾的最终形态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。 罗宾恶魔果实觉醒带来的启示。 毫无疑问,随着罗宾恶魔果实已经得到了觉醒,这意味着罗宾的恶魔果实不仅具备群攻技能,同时单体作战能力,也是大幅度提升,这意味着我们之前对于罗宾的战力估计,也是存在偏差。 而随着罗宾战力的增强,意味着草帽团整体战力得到提升,这对于陆飞接下来称王,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。 对于罗宾真实战力被低估,恶魔果实中级形态,是妙黑玛利亚,你有什么样的看法?欢迎留言讨论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